哈喽大家好我是自然摄影师雷宇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玩的相机 而且我个人觉得是在户外摄影 特别是我们像我这种拍视频的单兵作战 或者说你两个人啊等等这类具有非常大的革命性的一台相机 他就是正在拍摄我的这台insta360英寸的全景相机 非常好玩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台相机它到底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它到底真的是像很多朋友说的完美吗 还是说怎么样 好吧不要勒索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啊 好我会从这台insta360 它有哪些特点哪些优点开始讲起 缺点呢我们放在后面再来讲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外观 总的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小巧的吧 虽然说你不能和完全的运动相机那种比 但是我觉得这个体积不会给你出行带来几乎是正合负担的 它是采用这种分体式设计嘛 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搞笑的兄弟们 我刚开始拿到这台机器的时候啊 就我找了半天 我居然没找到这个记忆卡就是插槽在哪里 我找了可能有40分钟半个小时都没找到 后来我一间发现它在这儿啊在这儿这个里边 所以这个就啊是一个插曲好吧 总的来说我觉得它这个外观呢整体的质感 整体的叫颜值吧还是比较高的 前后两个比较大的这个镜头组上面写着 来卡哈哈我不知道大家对来卡这个怎么看啊 反正我个人对来卡是没有任何感冒的 至于这台相机它在长时间录制 比如说你拍10分钟20分钟过后 会不会过热保护啊这些 我个人在实际使用当中还没有发现 而且它的发热控制也还行啊 当然你肯定是能感受到它的温度的 但是不至于像隔壁大 你懂的是吧那种直接导致你可能有点烫伤啊 什么的这台机器它的电池呢 它是采用这种 就是模块化的嘛 就是最下面这一块它是电池 这个呢它有好处有坏处 好处就是它的效率啊 然后是这种功能性吧 或者叫怎么样好看 还是怎么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 但是坏处呢就是相对来说 你要承受更多的价格 好吧但是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它是模块化手机嘛 我觉得这一点是没有什么 我是不会抱怨的 然后电池的续航呢 我在拍摄过程中 我并没有进行非常科学严谨的测试 这个也不是我频道的风格 我只能说我个人在实际拍摄过程中 我觉得它的电池续航还行 并不差 你可以带出去一天 那这样拍摄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这个也要取权业 你怎么拍是吧 你说你一直录 录文60分钟两个小时 那种我觉得肯定是不够一块 好四音四音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一二三五六七八九 啊正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祝你们拍摄到大片啊 然后点赞的朋友更拍摄到巨片 没点赞的 你现在的声音就是来自这台 Insta360的 机内内录声音 没有加麦克风 因为我之前也有用这台相机录一些视频收声嘛 就是内录的 我听了一下大概啊 我说实话是大大超出我的预期 因为我原来以为就这种 这么小一个相机是吧 还是内录声音 那我觉得肯定是那种撒哑撒哑的 啪啪啪呀怎么样 很糟糕的 但是真的这个内录声音啊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之前以我素材的观察来说 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堪用的 但是呢 如果你对人声收音非常多 要求稍微高一点 我强烈建议你可以买一个 就是他们官方出的转接小蜜蜂的套件 就是无线麦克风嘛 比如说你可以转接罗多的 或者大疆的等等等等 另外都可以啊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聊一下这台相机 它最具竞争优势核心 非常大 对我有吸引力的 就是它拍摄的画面 可能大家都知道拍视频吧 它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或者说你一个人不可能拍的很好 当然我们排除那种非常小众的领域 小众的题材 一般来说一部影片 你整体画面越多 然后画面这个灵活性 就是它不是一种死镜头 比如说像现在一台相机架在架在这里 你对我拍 如果说这个镜头它是灵活的 或者怎么样 那会更好 但是没有办法像我们这种单兵坐在 或者你两个人 三个人这种小团队来说 你不可能加很多相机 很多麦克风啊等等 这样来保证你的画面 所以呢 有了这台相机的出现 对于我们这种单兵坐在户外拍摄旅行啊 或者怎么样 Vlog啊等等这种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而且实际在使用中我觉得也是非常 怎么说找不到迟了 哎呀反正就是非常非常 你知道就像 我们喝 可乐一样 喝可乐是什么感觉 兄弟们 啊那肯定是非常非常爽 是吧非常非常爽 好比如说你可以看见这个画面 这个就是我拿着这个 因斯特360 然后配合他们原厂的这个自拍杆 边走边拍的 它这个自拍杆呢 可以自动消除啊 不用说手动一键消除 它自动就消除了 但是呢很遗憾 因为算法的原因 那也可能是芯片啊等等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在手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处理上 它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处理痕迹吧 虽然说有这个缺点 但是你可以看见这个画面 对于相比我们传统拿一台 比如说威当啊这样自拍 它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有了这种灵活的构图 比如说像侧面也是一样 就感觉啊 它是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稳定器 在跟着你拍 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爽太爽了 当然你也可以拿在后面来拍 就感觉有个人在后面跟着你拍吗 而且呢 你如果就是想做到完全那种 自拍杆消除的痕迹没有的话 你可以比如说像这样 我插在这个 比如说我这个 Shimoda的摄影包 我插在这个上面 给它稍微固定一下 实际出来的效果 就是你不仔细看的话 完全看不出 它是有自拍杆处理的痕迹的 其实这台相机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全景相机 我拿到之前啊 我最大的顾虑 就是我可能会觉得 这台相机 它在后期剪辑 后期使用软件的时候 会是一个对我来说 不想的麻烦 因为我真的是不想花很多时间 去研究另外一个剪辑软件 但是我很高兴 也很负责的告诉大家 这个Instagram 360 他们系统自带的软件 无论是手机APP 或者是我比较喜欢的 用电脑的软件来剪辑 真的是那种傻瓜式的操作 非常容易上手 你根本就不用看它的说明书 简介怎么用 你自己反正就那几个功能 傻瓜式的一键处理 非常好用 所以在后期剪辑的时候 你完全不用担心 它会给你带来 比较多的学习的时间成本 比如说以后 我在跟大家分享现场风景摄影教学的时候 我就可以配合它原厂的自拍杆 比如说你可以看见这样画面 我这样拿着 我在这边讲什么 哇哇哇哇哇 讲很多 然后我可以随时给它切换到这边 它没有实角 就一个相机 就相当于至少你可以理解它 当两个相机用 不然的话你像这种画面 我们我可能还要架 至少两个相机 就会非常累 非常辛苦是吧 好 其实这台相机 在我这两轮周的使用过程中 是完全没有发挥出 它对于画面构图的优势的 它可以完全拍出传统摄影机 你根本就不敢想象 也想象不到的画面 至于这个画面是什么 那就取决于你的脑洞有多大 你的脑洞有多大 这台相机 我觉得就能发挥出多大的那种 实际拍摄的效果 比如说我可以想象在车上拍 在车外拍或者怎么样 另外真的就是你脑洞越大越好 对于这台相机的画面来说 但是话说回来 接下来我要聊的就是 这台INSA 360英寸的相机 它真的完美吗 首先就是它的画质 很多就是网上的其他的博主 说它的画面非常非常好 我个人觉得它的画面 不能说它差 但是也绝对谈不上好 可以想象你说一英寸的 索尼黑卡也是一英寸的 那它的画面有索尼黑卡 好吗 我明确告诉你 肯定没有 因为你首先你要不要拿一英寸 传统的相机画质和它比 肯定它会差一些 但是它确实我觉得这一次升级 是非常巨大的 会相比以前老的那种 非常小的CMOS来说 画面进步太大 还有一个前提就是 对于我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对我自己的画面 虽然说视频吧 有时候确实没办法一个人 但是总的来说 我是力所能及的做到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画面 我对整体画质要求是比较高的 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 所以说这台相机对于我来说 画质我觉得是基本上 达到了一个够用的级别 但是绝对谈不上好 还有一个更大的缺点是什么 当然这个缺点呢 我觉得Insta360 它肯定我个人认为 它肯定会通过固件来解决 就是我在实际拍摄过程中 刚开始拿到的相机前面可能两周 居然我用它原厂的TF卡 拍6K掉帧不能录制 我就非常非常纳闷 这个卡是配套送的 这个是V30级别的 那为什么这个卡的速度 不配一个V60 或者说你至少要支持到 你自己的相机能拍摄的规格 是吧 我就很纳闷 为什么出现这种非常低级的错误 后来呢 我大概去问了一下 解决了 很简单的方法 还没有征集固件就解决了 就是你开机的时间和录制的时间 你要把握好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bug 当你如果开机 你这里开机 马上就录制的话 拍6K 它会掉帧 录不上 但是你开机过后 你说这台相机 我启动有点累是吧 开机有点累 我休息5秒钟 休息10秒钟过后 拍6K 没问题了 可以记录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 无法理解的 我觉得赶紧出一个固件吧 不然真的会造成很多的误会 就是觉得V30的这个速度 TF卡不够 实际上是够的 而是它启动的时间要休息一会儿 相机要休息一会儿 所以固件 固件 好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台相机 它的整体一个稳定性 可靠性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待提高的 因为我个人还遇到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 我相信它是属于中奖概率那种非常低的 还有一点就是虽然说它的后期剪辑的流程 我觉得真的是傻瓜式的 一键操作非常简单 但是毕竟它还是会给你在后期的一个花费的时间上 还是会有所增加的 这个你一定要想好 它的菜单呢 全部都是通过这一块小小的触摸屏来设置来改变的 这块触摸屏它的灵敏度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待提高的 可能我的手比较大 是吧 整体菜单的逻辑 还有这种应用性上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灵敏度 这个确实我觉得有待加强 那说了这么多 可能有同学会问啊 这台相机有这么多的不足 那雷老师你还推荐吗 我喝喝口乐再告诉你啊 首先我觉得这台相机真的是一个革命性的 你就是刚才我说的 可以拍出和传统摄影机完全不同的画面 特别是对于单兵作战的朋友来说 然后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拍摄户外 Vlog旅游啊 记录啊 普通记录啊等等 因为滑雪啊 或者什么一些极限运动 那我觉得这台相机是非常建议大家入的 因为刚才其实我说的那些不足或者bug吧 V就是那个录制的问题 但是这个录制 我觉得既然我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 而且我相信以后应该会有固件来解决 实际上它没有明显的一个硬伤 但是呢 它给你带来的那种传统摄影机 所无法拍摄到的画面 它的一个灵活性 一个构图 真的会给你带来非常巨大的改善 所以这台相机总的来说我是推荐的 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 请记得帮我点赞一键三连 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给我留言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